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個品牌買的 它是一個韓國的服飾品牌 而且它都是從韓國直接空運回來的 那我這種本人深信害羞內斂保守的人呢 挑選一些比較偏保守 但是又不失設計感的衣服 然後我覺得這一家完全完全適合我 近期好像蠻流行一些什麼美波神器 就是可能那個Bikini穿起來 會讓你比較風雲多好幾個Cup之類的 但我個人真的比較喜歡自然感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有點 too much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喜歡追求比較自然感一點的 首先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這一件 是不是很美麗 你看 你看這個顏色 然後它的材質非常好 旁邊還有抓皺 這個抓皺可以讓整個腰線看起來更好 然後這一款我真的很喜歡 它是我這次挑選唯一的一件臉身泳衣 然後這一件我真的覺得它穿起來我根本就像是 Victoria's Secret Model好嗎 非常的好看 它有一個小問題啦 就是它有點太深了 但是這是我個人的問題 說不定有些人就是越水越好 我也不知道 那它裡面有一個設計我很喜歡 就是它們這一家的泳裝啊 很多都有鋼圈 像這一款就有鋼圈 我比較喜歡它被支撐的感覺 才不會有種沒有安全感 它這邊都是可以調 然後它裡面原本就有胸墊 但它的胸墊是這種可以拿出來的 然後它都沒有特別說特別厚或什麼的 我覺得很棒 我就喜歡這種 但它其實如果你喜歡比較豐勻一點的話 它們家有附一個胸墊 噔噔 它們家的胸墊 非常的浮誇 好嗎 這就是 excuse me 這是如果你喜歡你也可以加進去 但是我個人是沒有什麼在加的啦 這件啊就是修身效果非常好 因為像我本人的肚子算蠻肉的 我個人是四肢比較瘦 然後胖肚子屁股啦 所以我肚子比較肉的話 那我用這件的話其實是可以把它擋住的 而且在拍攝那天 我週五吃肉多多 然後就直接去拍攝 這個顏色它是香檳精 很少 我幾乎沒有看過任何泳衣做出這種顏色 非常的有質感 也浮誇 跟我一樣 好 下一套就是被我本人譽為 這是尺度最大的一套 因為我此生沒有穿過兩截式的比基尼 蠻可怕的 因為我那個肚子就是 有點小肉 尤其是剛吃完肉多多 就吃了不知道幾盤牛這樣 這一款我覺得它也是非常具有設計感 這家比較有特色的是 以下這個 哇 超長 然後我是偏綁到比較中間 這樣遮肉的感覺 他們家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都有鋼圈 其實這個蠻少見的 我自己覺得這樣比較安心 就是跟我平常穿內衣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我會覺得這樣對我來說會 比較自在一點 然後它也是完全沒有什麼 墊一些很浮誇的 就是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樣啦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加進去好嗎 不要客氣 OK 這有點太過於誇張 我就是沒有辦法直視這樣子 嗚呼 嗨屁喔 這是扁的 這是凸的 這個大概直接從C變成E欸 我 我不行 另外我很喜歡他們家的一個特點就是 他們家的泳衣下身啊 不是那種三角褲型 它幾乎都是做這種高腰的 而且旁邊都還有做這種抓皺 我覺得很棒耶 就是這樣可以比較高嘛 就可以遮住你小腹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自己會覺得沒有那麼裸露 為什麼會穿個內衣褲在海邊跑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比較適合我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樣整套搭起來 蠻辣的 但是也不會too over 下一套就是這個 登登 這一件是我第一個加入狗舞程 我一看到我愛上 為什麼呢 因為它包最多 好啦 沒有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露我的鎖骨 因為我本人鎖骨非常明顯 它這件就是一字零 然後它其實它有附這種小袋子 但是你可以把它藏在裡面 像我穿的時候就把它藏在裡面 它有鋼圈 它裡面就是像內衣的感覺 這件你是可以走在路上 大家會覺得就是正常我們外穿的衣服 所以我這件還蠻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要去海邊 然後你又不想要直接穿泳衣的話 穿這個 這件我覺得非常完美 所以如果有天你們在路上看到我穿這個 不要跟大家說這是泳衣 就是大家也看不出來 再來它底下下身也超級可愛 這個藍色 喔 少女藍欸 這就是很少女的藍色啊 然後它旁邊有這種 綁帶設計 這時候大家就會有一個疑惑 欸 為什麼我沒有穿呢 公佈答案 因為我的屁股太大了 真的啦 沒有開玩笑 這個是F size 其他都是可以選size的 所以這個F size我拿到以後 我覺得 我有穿得上去 但我個人覺得太緊了 頂到我這邊的肉都有點小溢出來 我覺得很像綁豬肉很難看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穿牛仔褲搭配 但是我覺得如果屁股沒有異於常人的大 那你買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個是蠻free的size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非常好看 如果這個白配這個藍完美 好最後呢 最後這一套我也超愛 雖然它不是比基尼但它也是去海邊必備的 就是這一個 超仙女的裙子 好其實我收到的時候我有點嚇到 可能因為我本人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蠻短的 我自己覺得它開蠻高的 但是如果你裡面還有再搭別的東西其實還好 然後我覺得這一件非常的飄逸感 首先就從這裡它就是一個平口 然後再做一點點小袖子 所以不會穿很少 我覺得它的這個白色洋裝啊 它不算很透 但是我覺得裡面的話 你要穿內褲還是盡量選就是 偏膚色內褲會比較好 整體而言我覺得在海邊啊 或者是這個野餐 你出去度假都很適合 我超喜歡這個 我個人覺得我很喜歡這一件 因為它就是很飄逸 什麼場合都可以穿得到 好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 跟我一樣生性害羞 但是也想穿比基尼的人 掰掰 嗨各位 這是我第一次用Sony ZV1 錄自拍 沒有錯 我現在覺得它有點放大 而且它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難我 但是我覺得畫質真的有夠好 而且我會一直偷看旁邊 沒有錯 今天是我人生以來尺度最大的一天 在這之前我真的沒有穿過比基尼喔 所以我才特地選了一個私人海灘 因為只有私人海灘才人比較少才不會害羞 沒有錯就是一個害羞的人 好然後我真的很喜歡這一件 那它外穿都可以 好然後我覺得今天超順利 今天是颱風天的隔一天喔 沒有錯就是 我們今天還出來拍 是不是很敬業 好我現在很緊張那個成品 但是希望不要太暴露 真的會害羞 大家不可以留一些奇怪的言 好啦 掰掰